首先,请启动 GXWorks 2 软件。 启动后的画面如下。 然后,打开菜单栏左边的工程,单击新键。 这里,工程类型请选简单工程。 PLC系列,通过下拉菜单选择 FXCPU。 下一步,从 PLC 类型的下拉菜单内选择 FX3G、FX3GC。 程序语言请选择 T 形图,然后单击确定。 这样,新的工程就建立好了。 现在可以进行编写程序了。 这里,首先介绍一下画面的构成。 作为 GXWorks 2 特有的画面构成。 这个范围称为导航窗口。 这个范围称为编辑画面。 这个范围称为导航窗口。